大家好,我是杰米 今天和大家分享 怎样移栽蓝莓 由我的老公皮特来做实际操作 我的视频都含有中文和英文的字幕 请大家打开字幕 这样看起来也许会方便一些 在换盆移栽前 先准备好椰糠 酸性盆栽土 松树皮和花盆 椰砖 要经过浸泡后才能使用 不能直接混入土中 先在容器中放入椰糠 不要一次性放很多水 要逐渐地加温水 椰糠预水后 就会像发面一样慢慢地膨胀 体积逐渐变大 等它完全吸收水分后 就可以使用了 在移栽前 把花盆用水枪清洗一下 这样可以清洗掉 原先有可能留在花盆里的虫软 移栽用的棚栽土 要选用优质棚栽土 测定仪 用PH值测量仪测量一下 确认这款盆栽土是否达到酸性质的标准 取出适量的盆栽土 再添加约占盆栽土总量四分之一的椰糠或者泥苔土 帮助透气和排水 把它们和盆栽土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使用了 椰糠和泥苔土的作用基本相似 至于适用哪种呢 就看您所在的地方 哪种便宜就用哪种 准备工作做好了 就可以移栽了 先把搅拌好的棚栽土放一些在花盆里 再把蓝莓树苗的花盆放进这个大花盆里 要想把大小花盆调整到一个平面 都可以通过调节大花盆内的棚栽土的量 来调节到所需的高度 然后把蓝莓树苗盆放横过来 轻轻地拿出蓝莓小树苗 把它放到一边 把刚才用的小花盆 放到大棚的中心位置 在大小花盆之间填入棚栽土 直至小花盆的棚口 再轻轻地压一下后 慢慢地取出小花盆 请大家看一看 这大花盆中间留下的坑的尺寸和小花盆的尺寸正合适 这整个过程就和石膏打磨取磨一样 非常适用 然后把蓝莓苗放进坑里 再填上一些土 把四周压压紧就完工了 最精准无缝对接的移栽好处是 第一可以让两种土壤充分结合 第二不伤害到小树苗的根系 提高成活率和为将来的生长 打好基础 以前我在换盆的时候 总把小花盆放进大花盆 拿进拿出 折腾好多次 自从琢磨出了现在这个点子后 就方便多了 现在我把镜头推轻一些 让您充分了解这种移栽方法 有些人可能认为 这个蓬栽方法是多此一举 其实我们在家庭中搞些种植 也就是兴趣爱好 既然是兴趣爱好 就不要济于太专业化 想到什么好的点子呢 就相互分享一下 有些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 我换盆的时间在冬天 蓝莓树的叶子为什么这么鲜绿 我现在来回答您的疑问 我所在的地区 现在确实是冬天 但是这里的冬天 最低温度一般不会低于1摄氏度 加上这几颗蓝莓品种 是叶子常绿型的 所以到了冬天 叶子还是这样鲜绿呢 是不是很漂亮啊 后面我会详细讲到 在蓝莓移栽后的浇水方法 请大家不要跳跃式的观看 在种植蓝莓的过程中 还需要一个不可忽略的材料 松树皮 它沉酸性 混合在土壤中 可以增加土壤的通气和排水性 下面介绍另一款蓝莓树苗的移栽过程 浇水和施肥方法 以及后期保养 现在看到的这款蓝莓 就是我发布的另外一个 怎样选购蓝莓的视频中 所提到的品种 它有着一个浪漫的名字 蓝莓之吻 现在移植的是幼树苗 在棚栽土中 加入30%左右的松树皮就够了 以后随着蓝莓树苗的逐渐长大 松树皮和棚栽土的混合比例 可以提高到1比1 把棚栽土和松树皮搅拌均匀后 备用 在洗干净的花盆中 倒入一些碎石块或者瓦片 堵住排水口 减少日后在浇水过程中的泥土流失 接下来的换盆方法 和刚才讲的大致相同 要补充的是 在换盆的时候 把装蓝莓树苗的盆倒过来 轻轻地按一下盆的周围 让花盆的内壁和土壤充分分离后 再拿出蓝莓树苗 请千万不要用手去剥弄蓝莓的树根 因为蓝莓根系主要是须根 根系如头发丝般的 满满地长得非常细小 盆栽蓝莓根系生长特点 是由外向内生长 如果用手去剥弄的话呢 很容易折断蓝莓的须根 而影响到日后的生长 我按照地去剥弄 换好盆后 在表面添加一层松树皮 以保护表面的根部 和减少水分的蒸发 并让蓝莓树苗 有一种回归到大自然的感觉 然后把剩余的棚栽土 放回到袋子里 明年可以继续使用 不要浪费了 大家振钱都不容易 下面讲讲蓝莓的浇水方法 在温暖没有雨的情况下 每两天浇一次水 在炎热的夏天 较大型的蓝莓树需要每天浇水 这有助于植物承受高温 在较冷的条件下 不要过度浇水 避免在植物的叶子上像淋浴一样的浇水 这样的浇水方法容易在叶面上产生蒸菌 每次浇水要浇透 直到水从盆底排出 给蓝莓树苗换盆时 不要一上来就给它换成大盆 因为蓝莓小树苗吸水能力弱 直接换大盆的话会造成烂根或者土长 用这个大小的盆就比较合适 一般换盆比圆盆大一倍左右就比较合适 打个比方 到了明年 这一棵蓝莓小树苗比现在看到的更茂盛了 需要再次换盆的时候 再来用这个尺寸的花盆就合适了 到了移栽后的第三年 我们才需要换成这样大的花盆 这花盆的尺寸直径大约是50cm 它可以容纳蓝莓树长到1.5米到2米左右 在夏天 当强烈的阳光照射在花盆表面时 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为了避免因高温而烧伤植物的根系 要尽量用浅色的花盆 像这种黑色的花盆 当太阳照射到它的表面时 它会吸收大量的热量 从而损伤到植物的根系 如果已经用了这种黑色花盆 那么到了夏天 您可以用紫板或者遮阳材料 给花盆围一圈 遮挡一些阳光 好了 蓝莓树苗完成换盆了 然后把蓝莓树放在日照至少有6个小时的位置上 蓝莓所需的土壤 pH值在4.5到5.5之间 请经常检查以确保正确的 pH值 小蜜蜂也闻风赶过来瞅瞅 看我的土壤达标了吗 我的蓬栽土壤 pH值在5.2左右 完全符合种植要求 在视频中如果有任何欠妥的地方 请各位老师在留言区提出宝贵建议 让大家共同来分享和学习 谢谢大家 下期将与大家分享 有关樱桃树苗的选择 移栽和移栽后的修剪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分享点赞 谢谢观看 谢谢订阅分享